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從新年到的動作 我們應該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聊得 跟恐龍這個主題有關 媽媽 妳非常可愛 今天我們講跟我們媽媽 我在看完所有的腳本完之後 我就想說 妳把他們的腳本載出去玩 他們的小孩跟他們在一起 妳就回去了說 那個黃西還真的 自己以為自己是貴婦 那個Ruby還都沒在哭小孩 在跟瓜哥玩啦 妳怎麼都猜得到 其實我覺得我在看別人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我在看他們的歷史 好多是我自己會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最好的指標就是這個 我們待會會列出 四個人神共憤恐龍媽媽的NG行為 有最嚴重 第二嚴重 第三嚴重 第四嚴重 四個都講完 如果你覺得說 這四個都不是你的話 完蛋了 完蛋了 第四個是什麼呢 自以為是 愛你叫 就是瞧不起我家 我也是說我有一次 你知道媽媽聚在一起 都喜歡聊小孩 聊媽媽經對不對 有一次我跟我一群朋友 出去聚會 然後他介紹一個新朋友 新朋友喔 給我認識 一開始的時候見面都還好 你好 看起來很客氣 客氣的這樣 然後一聊到小懷 不得了了 我給你叫過來 不得了 你自己這樣 不得了 小懷不得了 你知道他怎樣嗎 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我講說 我這個小孩沒有什麼優點 我想說 好謙虛的一個人 沒有什麼太大的優點 最大的優點就是 然後他就說 他最愛什麼學習呢 他說他音樂方便 特別喜歡 像是 通通都會 對 對 還要突然想到 前幾天呢 他剛好拿到一個 鋼琴的檢定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學校要這個 音樂的表演 不小心我的小孩 就站在 櫃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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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還沒那麼討厭 你演之後更討厭 沒有 他真的就 他真的就 沒有 他真的就這樣 然後呢 講完音樂之後他講說 連我都覺得好棒棒 對了 他對語文也很喜歡學習喔 像是 中文 英文 德文 台語 都會講 好壞喔 好壞喔 然後他講完之後就說 這不是神童 是什麼呢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已經幾八歲了 話風一轉喔 我跟你講他講 他自己就算了 他就要講到我身上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是你媽咪 你的小孩就是現在 有學什麼才藝啊 你知道是我最討厭喔 你什麼事啊 一個才兩歲 一個才一歲 我頂多就會讓他們去 上那個音樂的律動 好玩就好 你知道他馬上變臉耶 他跟我說 小孩就是要贏在起跑點 像我小孩啊 就是送那個美國學校 因為呢 我覺得台灣學校都不OK 學生素質很差 校舍很差 老師很差 然後他就說 媽媽最差 對 氣死我了 氣死我了 然後他就說 那是你媽咪你現在 那是你媽咪的小孩 要送什麼學校這樣 然後我就很完整 我就說 可能沒有考慮美國的學校了 然後他就這樣 對 因為你沒有美國國籍嘛 有這種感覺嗎 你都好像很恐怖 對 然後他真的很想 不要問你 真的 我真的很生氣 我那天真的是 連飯都吃不下去 我應該就是直接 就是叫我女兒 教她要怎麼辨識壞人跟 沒有 我都跟他說 你看這個 長這個樣子就是壞人 沒有 可是你知道我遇到的狀況 是什麼嗎 就是 因為我生混血兒 好可愛喔 對 混血兒就會被 等一下 剛剛那個是在幹嘛 剛剛那個是在幹嘛 你說你生混血兒 這件事情 對 我 的確生了一個混血兒 你要我 等一下我講說 我不是生混血兒 那他長得就是混血兒 對 然後你知道我每天 帶他走出去 一定就是永遠 絕對會聽到至少五次以上 那是混血兒 那是混血兒 會 然後我曾經有一度 就在想說我不要回答 但是當我不回答的時候 就會開始聽到人家亂講了 你看真的是 你就贏了嘛 你就是想像 就是你知道中了獎對不對 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 這樣子可以生一個混血兒 你看混血兒 起跑點就是贏啦 像我們這樣子 我們小孩子 你看一定比不上你的小孩子 很酸喔 酸才酸喔 然後呢 他不是人家是屎屎 而且我就也很想生混血兒 生不出來 是嗎 你說我剛剛 上次從一到Ruby 我說好好喔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們這樣講還好 但是 讓我覺得比較過不去的是 他就會說 你那個就是 你那小孩 真的應該就是 比較像你老公吧 是嗎 他這樣都會這樣講 好噁心 就說 好不學好可愛喔 然後就會說 然後我覺得 最讓我痛苦的地方是說 他明明就是在台灣生長的 所以當人家 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們都會動 講英文嗎 非常誇張說 難怪 你看那環境多好 自然就會英文又會中文 像我們 剛剛他在那 幹嘛我們是在台灣 我們是在台灣 我們是在笑的那種 剛剛遠的你啦 他都會這樣 因為我真的 因為我真的很爛 對啊 我想遇到這種 IP派的媽媽的話 因為真的 有些遇到很討厭 真的 而且那個嘴臉 真的很想給他一巴掌 真的 我們到底應該怎麼樣 忍住自己的脾氣 可能好好打算 還是打下去 沒有 打下去那就沒完沒了了 對啊 所以先改變我們的心態嘛 你要當 你要想說 這些愛批判炫耀小孩 或者說你的孩子不好 或者是任何的言語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所以他一定要先下手圍牆 一定要先把你壓到最下面 你們的孩子都還好 我的女兒是那種 出去是要推著推車的 十六歲的小女生 推著推車出去 你說旁邊的人會怎麼看 走過去 孩子那麼大了 還不讓他走路 你這個爸爸怎麼當的 所以更可怕的是 那個附近鄰居 知道我的工作以後 那你自己不是治療師嗎 怎麼要生這樣的女兒 怎麼要生這樣的女兒 生我的怎麼辦 你真的很糟 我心裡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一定要講出一句 很漂亮的話 我說這個 不過也是我真的心生 因為 因為老天爺知道 我們可以照顧他 他才誕生在我們家裡 他才誕生在我們家裡 太好了 這句話在心裡是什麼樣 你知道怎麼解釋嗎 這句話的意思是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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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心裡要有這句話 你的情緒有發洩 對 但是表現出來 我們不需要跟他吵架 對 因為我們要回來想 我的孩子的價值在哪裡 然後給我們自己自信心 然後去看到我們孩子的優點 那就好了 很棒 因為我兒子就是有過動 然後上漢侵犯的地方 就有一個家長 就是很愛 就是批評我的小孩子 而且他批評我的小孩子 是 跑去跟別的家長批評 有點慫恿的意思嗎 對 他們說這個小朋友 就是 就是說我兒子 他說這個小朋友有過動 你不要讓你們的小孩子 跟他玩 玩 其實我是還好 但我老婆就很生氣 對啊 我老婆就很想去跟對方 就是吵架 真的 說為什麼你要這麼大舌頭 對啊 就是長舌腹這樣子 對啊 結果他又在背後 又說我太太的壞話 然後他會在群組裡面說 那個我今天在街上遇到 高山峰的太太 他以為自己是藝人的太太 所以走路都看著天上 然後都面無表情之類的 我太太就覺得說 你以後就當他的面 然後榮儀的太太 然後這樣吹架 對 他老公都不敢抱抱 對 對不起 我有點激動 我覺得大家多多少少 只要你在螢光幕上面有出現 或是知道說你是誰的太太 只要有人稍微認識你 他就會去講述做很不負責任的 對 可是這個就是 對大家都造成困擾 那我太太就說 那我怎麼辦 我說以後你每天只要上街 這樣 不要看街了就看街了 好累 不是 因為我以前就被人家這樣講 我以前剛出道 我就被人家這樣說 因為我不笑的時候 連我 醜醜的看起來 連我兒子的幼稚園老師 都會偷偷問我太太說 我太太說沒有 他只是沒有表情 他沒有表情 就是那個死樣子 對 因為我太太沒有把自己當成 藝人的老闆 公眾人物 公眾人物 他覺得他不需要受到這樣子的批判 批判 還有關注 所以他就更傷心 那我覺得如果說 用在自己的小孩子身上 那更是無辜 對啊 因為他可能就是因為說 這是高聖母兒子 等於說踩在別人的身上 去得到他自己抒發的快樂 或者什麼 是 這個真的超難的 對啊 其實我們都通常就是了解說 當他會在別人面前搬弄事非 有時候他講的是別人 那你就會知道說 他在別人面前有可能會講 對 可能就要跟他保持一點距離 是 就不要太親密 對 那另外就是像現在都很多這種群組 媽媽群組 對 我們甚至有一些媽媽群組就是 他們另開一個群組 對 真的 就算是 原本那邊你就讓你自由發揮 對 當作你的這個留言板 但是我們知道你講的話 都是很負面的 不過如果當人家跟你這樣講話的時候 你會受傷到吃不下飯 然後好幾天都提不起勁 表示其實我們也應該要找治療師聊聊 對 可是我們的自信經驗很薄弱 被人家這樣戳一下 然後就躺在倒地上 對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也是應該可以 自我的想說 到底我自己當媽媽的自信心在哪裡 那從那個地方 我們自己重新站起來 找到一個我們可以依靠的一個 自信的來源 那我覺得這樣反而是 練強壯一點 比較可以抵擋這些愛比較的媽媽媽 這些油煙肥膩 對 好 我們來看這個已經 大家討論這麼熱烈的 第三個是什麼呢 全天候控制孩子的恐龍媽媽 控制孩子的恐龍媽媽 小孩都要管啊 你們就還在幹嘛管這個 小孩啊 氣死了 我這學期就遇到一個媽媽 就是一個愛發神經 所以你就是因為這樣 很當希希 你就是因為這樣去練拳擊 對不對 要紓壓一下 真的假的 你知道那種群組還好多 他是直接私訊我 對 然後我每學期都會開家長會 然後家長會的前一天 他就私訊我說 嗨 明天你會去家長會嗎 然後我想說不宜有他 我就想說會啊 家長會我都會去 結果呢 他就跟我說 明天老師如果有詢問 有關功課量的話 你幫我反應一下 我覺得功課太少了 你怎麼會反應啊 你怎麼會反應啊 你怎麼會叫我去反應啊 我覺得功課量很剛好 沒有太好 真的 然後結果我就不敢 因為訊息會先跳出來 可是我就不敢去讀 不敢點繼續讀 也不敢回 等到開家長會的當中 我才回訊息說 我到家長會了 然後老師有講一些理念 然後我覺得你要有什麼事的話 自己可以跟老師反應 我想說好 這件事情 就這樣解釋對不對 就OK 好了 沒有 就有一次家長聚會 他又來了 他就在一群家長前面 然後就問大家說 你不覺得小孩這樣回家 都沒事做 他到底是什麼 他到底是什麼 學習會有效果嗎 而且他還Cue我 他還Cue我說 美真你不覺得功課太少嗎 這樣你小孩回家不會很閒嗎 那都不會啊 我當下長說 幹嘛要逼我 對啊 對啊 那大家說 我先去上個廁所 就這樣 他怎麼回答 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心裡想說 我兒子寫功課很慢 他平常六點多 已經寫到八點多了 如果你再去逼老師 加功課量 我兒子要寫到十點 還是十一點嗎 像我女兒 因為他現在才幼稚園 他其實還沒有這些 課業的問題 然後我周遭的朋友 其實也都差不多 就是三四歲的年紀 可是我有一個 朋友 因為他跟他太太 都是屬於比較年紀大了 才得到第一個小孩 所以他就特別的保護 像我們如果一群朋友 一起去吃飯的話 他是會 就是像古代那個太監幫娘娘 拿出銀針 沒有 幫他女兒 把所有的食物 全部都試過 確定這個裡面 沒有致命的那個成分 他才要給他的小孩吃 真的出來了 對 就是說你們會不會有和果 或是什麼之類 然後更誇張的是 他每次來 就是他不管是先到還是後 他一定要拿出他的濕紙巾 跟那個抗菌紙巾 把所有的桌子 全部都擦過一遍 更誇張的是 我們就是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就帶他兒子來 就讓他兒子吃一次之後 就開始 然後我們 只是嗆到吧 對 我們正常不是都會覺得說 是嗆到 他就很緊張 就問那小朋友說 你怎麼了嗎 你為什麼一直咳嗽 你是不是感冒了 然後他爸爸就是 他爸爸也就是 就是比較散散 他就說 可能最近天氣多變化 跟著涼了吧 好可憐 很可憐 你知道 那個媽媽馬上真的 用紙巾跟口罩就拿出來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怎麼可以 你生病的話 就不應該跟我們 你要公派母吃 你怎麼會跟我們 共吃同一鍋呢 好 老闆 你可以再幫我開一鍋嗎 我們不要就是 不要 那這媽媽吃這個鍋 不能吃 我真的覺得 你幹嘛 就是啊 我只是會說 可是我老實說 如果你真的 譬如說在一個空間裡頭 然後有小朋友 或是大人感冒的話 對 其實會 對 對 我會回去再帶一身菌 對 就是你不會當下 對 但是你不會當下 就這樣說 把口罩給個人 對 對 對 叫他戴上口罩 我就不要影響到別人 而且他還直接跟那個小男生說 弟弟 我跟你說 對 弟弟 我跟你說 你如果感冒咳嗽的話 你等一下就盡量不要說話 因為你說話的時候會有口吹 我的天啊 對 然後你的那個湯匙 也就是不要直接到裡面去 就是要教他 教他公塊母子 連走了 大家都 我們其實那個現場 其實很尷尬 我說你為什麼管到別人的小孩 對 但是我遇到那樣子的情形的話 我會在那一段時間之內 就不帶他們參加 對 公開的 對 因為我也曾經說 帶小朋友去 然後剛好就 大概十幾個人裡面 就一個小孩生病 對啊 結果搞得人羊馬盤 對 參加那個宴會的十五個 不管大人還是小孩 全部留 對啊 真的 因為不是真的有危險 我現在流感也有真的很可怕 這其實會怕 我試過一個方法 就是我就是 我不是尿燉 我是直接離開 我就那種 什麼 不好意思 我老公要割胖 有直接離開 什麼 真的假的 真的 一次都罵我了 謝謝 你怎麼說你們做一次了 真的 我協助 你老公也是在旁邊的 不是 因為這樣很臨時的 叫作啊 就是 忽然想到要割就對了 對 你又多幾次 你哥了嗎 不好意思 老公包皮也沒了 膽囊也沒了 羊尾也沒了 紅紅菇 牙齒又拔過了 還有什麼 你們只是遇到一次次 遇到一個比較有潔癖的媽媽 我們做治療 一天是三四十個 一個治療是三四十個小朋友 然後在那個空間裡面 可能一天就是幾百個小朋友 媽媽就來的時候很擔心啊 她孩子沒事 她擔心你今天治療的小朋友 有沒有人感冒了 我孩子進來會不會感冒 找帳來幫我們打掃 我的天啊 我們也遇過啊 這種媽媽就是借刀殺人 跟你說 那個張爸爸 你是治療師 你在那個課 那個家長會的時候 跟老師提議一下要幹嘛 好 我找機會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我找機會 我找機會 學起來了 但是我真的會受不了這些 媽媽真的是很過度控制小孩 因為我擔心的是小朋友 我在臨床上遇過 我這二十幾年來 我真的第一 只有一次 把媽媽 不是 請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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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一節課五個小朋友 然後做治療的時候 我就小朋友來 等會兒去左邊拿籃子 然後到右邊去拿十顆球 一 二 三 開始 四個小朋友跑出去了 一個小朋友站在原地 因為媽媽已經把籃子 裝球裝好在她面前 那一次受不了囉 然後我說 沒關係 媽媽 沒關係 讓她自己來 然後小朋友球拿來 我說好 接下來去找滑板 滑板在哪裡 趕快把滑板拿來 四個小朋友出去了 到底誰在做治療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說這個媽媽 要不要請出去 因為我關心的第一個 孩子該受的訓練 沒有訓練到 對 第二個 這個孩子 現在看起來還小 聽媽媽的話 長大以後 到他哪一天發現 我有能力了 媽媽 我想做的事情 你不讓我做了 都要聽你的 開始叛逆 開始反抗 沒錯 對 另外一個反面的 如果今天我都乖乖聽媽媽的話 那這個孩子長大了 不就變媽寶了嗎 對 對 所以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對 我們來看第二個了 恐龍媽媽教小孩不看場合 旁人尷尬又害怕 我覺得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之前大家朋友 就是都會出去玩 然後我覺得 就是我不曉得 就是我的朋友他呢 小孩已經小四了 但是他到小四已經十一歲了 他人生中都不能夠 自己要吃什麼東西 其實我已經很可憐 因為我們就是大家一群 其實你大家去那個 親子餐廳或什麼 然後不是就是小朋友 會一排排排坐嗎 然後大家就會說 我要吃這個意大利麵 意大利麵 意大利麵 然後每個人都是 我說好幾個意大利麵 然後結果問到那一個的時候 我就說那妳要吃什麼 他就說 然後他就轉過去看他媽媽 他說媽媽我吃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問了一下我朋友 我朋友就說妳不要 妳絕對會吃不完 妳跟媽媽吃一個羊排就好 不是羊排 羊排是羊排 妳就說羊排 會不會對小孩也太遠 對... 他就跟他講說 因為媽媽想吃羊排 他說妳就是跟我 吃一個羊排就好 因為我朋友他不吃牛 對 然後對羊排 就是沒有什麼興趣 然後媽媽會說 妳趕快吃喔 妳不吃完 等一下不要去玩 就是那一種 然後旁邊的人就是只能 其他媽媽看了就 也不敢多說 對 我不敢插手這樣子 結果那個 我們有一次 約的是下午茶餐廳 這個小朋友 他就是在那邊玩 他媽媽已經叮嚀他說 妳要小心到什麼 不小心就是打翻了水 然後打翻了水之後 他媽媽就說 因為他很常 因為他很常跟他去廁所一下 所以我們以前也不覺得怎麼樣 因為以前親子餐廳 其實很常廁所都在外面 對 那個下午茶餐廳 很安靜 對 重點那一次真的太尷尬了 因為尷尬到 連店員都在看我們 因為他進去廁所之後 我們就聽到媽媽在 罵小孩的聲音 然後還有聽到 啪啪的聲音 他打 對 可能是打屁股 因為畢竟出來這裡 那裡都還是白了 在下午茶餐廳 那你跟他們學什麼 結果是清潔人員 兩臉通通 結果是媽媽 找到台風圍 對 然後我就知道 那是冷汗直流 你知道嗎 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那但是有一次我們去民宿 就是幾個家庭 就是連爸爸也有去 那因為大家都感情很好 所以就會一起出去玩 要去慶生 結果那一天小朋友 他就是對了某一個叔叔 講話不是很禮貌 結果他爸爸就突然就說 你現在立刻去 跟周欣寧阿姨道歉 然後 他其實就覺得很尷尬 然後女兒就一直緊緊抱走 然後很害怕 然後全場當下 就是大家也沒有什麼 慶生的那個氣氛 之前有一次我帶Derry去 去參加一個小朋友滑步車的 一個比賽 然後我就正好在等一個 三到四歲小女生的 他們要準備開始比賽 然後你就看到每一個小女生 就這樣在那邊準備好了 然後就一直去 有一個跑道 就一直缺一個人 然後那個大會就開始在那邊 喊說 小朋友有沒有到 有沒有到 這個時候就突然看到一個媽媽 拖著一個小孩 拿著滑步車這樣 我們在這邊 然後就這樣 那個小女孩一直是定格的 對 他一直是定格的狀態 他就被拖拖拖進來 然後那個媽媽就 很生氣地跟工作 跟公讀生說 你幫我把她的安全帽戴上去 她不讓我戴 那我覺得這樣一講 其實我心裡已經有 就是知道說她不想跑 對 她不想帶 然後那比賽就開始了 5 4 3 2 1 啪 大家就出去了 那每個人往外衝的時候 那個小女孩還是定格的狀態 她就是在她的那個滑步車上 就定在那邊 默起來了 然後那個媽媽就 跑過去 啪 從她後面這樣 然後在手這樣 往她安全帽上打下去 就說你叫你還說不跑 就叫你 就開始對她一直罵 然後開始 就是浪費我的錢 浪費時間 就帶你來 就開始在大家面前 對她罵 然後我就很多嘴的 我就說 那種沒有睡飽的小朋友 對 可能待到四歲 對 或是沒有吃飽的可能 他們不太願意跑 對 然後那媽媽就可能覺得 我多管閒事 就回過頭來罵我說 管好 對 對 那你之前還滿善意的 對啊 我已經跟我爬了 就滿兇 對 她就很氣 然後旁邊大會的人 大家都看到 就趕快過來 就想說 那你們到旁邊休息 沒有關係 那個媽媽還去問說 她有沒有下一場 她可不可以跟她下一場 好 這很簡直 對 對 就你也應該把那個小女孩 救出來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 這個孩子是被受虐 或是真的有狀況 我們都有很好的單位 你可以請他們來協助 可是問題是 我們在當下 你為什麼要拔刀相助 你是不是真的是 幫助到那個家長 還是你有幫助到那個小孩 其實看過很多這樣的例子 我們發現 在當下你想拔刀相助 其實 你並不是想要幫那個小孩 而是你當下 你自己的情緒過不去 對 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 所以你想做 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為什麼要去做 或者我應該用其他的方式 來進行嗎 有一次前陣子 我在那個捷運站 你看捷運出來 到那個手扶梯 就有長長的走廊 一個媽媽在罵小孩 罵小女生 大概四五歲而已 媽媽罵的聲音 不管再大聲 那個回音就很大聲 她罵什麼 罵小孩 你怎麼可以要什麼 我就要給你什麼 你憑什麼說你要東西 我就一定要買給你 這之類的話 一直罵一直罵 你像看在教養上 這一定是 平常孩子要什麼有什麼 而今天媽媽可能就不高興 對 對不對 那時候的確 我的情緒受影響 因為那個回音 讓我覺得很煩 然後下班又很累 我釐清我自己的想法 我不是要管小孩 我是請那個媽媽 可以安靜下來 所以我只走過去 走到他們那個 母女兩個旁邊 走過去腳步放慢 然後只講了一句話 不看他們講一句話 平常不就是這樣子嗎 然後就繼續走 天啊 我又看了你 沒有 我就繼續走 而且越走越快 因為後面沒聲音 好恐怖 好害怕媽媽拿刀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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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語比較難 對啊 如果是肢體的 像如果說有推倒小孩 或是拿 有東西在打小孩 對 對 因為我有一個 朋友 他就是直接跟 那媽媽是拿衣架 在大馬路上打小 大馬路上 他拿衣架 就說 你不要走 我已經叫了警察了 對 那媽媽當然暴怒 你關你什麼事 她說你可以在這邊 大吼沒有關係 但是你走 我會叫警察來 對 就是我們至少可以拿 你怎麼樣判斷 對啊 你跟她知道說 這件事情 不是你想像中 這麼理所當然 好像我在管小孩 你不要管 就是就像剛剛張老師講 我已經看到你的小孩在發抖 然後他已經 身上已經有傷痕了 這件事情我管定了 對 不管是在公共場合 還是在認識 或不認識的人旁邊 我其實我當下 我是覺得我 我不會去在乎 會不會尷尬這件事 你還好 因為你平常有消息 很合理 很合理 對 因為你平常都會剩下 對 對 那個我跟你說 對 我覺得應該大家覺得 沒有 就是一個情緒很滿的 然後我讓小孩 就是你知道他 我其實對於教導 有關於打這件事情 我一直都是很反對的 我從小我就覺得 就是因為我自己 也不是被打大的 對不對 可是我有幾次 是因為我真的做錯事情 然後我真的有被打 那幾次 我覺得會記憶非常深刻 所以我一直對我女兒的方式 也是這樣就是說 她以前有一段時間 是很喜歡打人的 而且她不是只打人 她是打我 而且她會直接這樣 啪 然後就是會有手 對不對 然後她有一天 是因為她 就是整天下來大概 打我對不對十次吧 這個時候 我就很冷靜地看著她 我說來 蔡斯過來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來 你剛才是用哪一隻手 打媽咪 右手對不對 然後我就把她 右手拿過來 我就狠狠地這樣 啪 下去 我就打下去 我就然後就這樣 好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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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超恐怖 而且妳知道她 她還可以那種 眼淚是分開的 然後一顆一顆這樣 很明顯 輕鬆的 對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很痛對不對 她說對 你不要打我 我說你哭完 你再跟我說 我就還是一樣等她哭完 然後哭完了之後我就說 OK 你仔細看著媽咪 媽咪現在有在生氣嗎 沒有 對不對 我沒有生氣 我覺得沒有用 有 很明顯 那超火大 媽咪現在跟你生氣沒有用 但是我覺得 你用哪一隻手打媽咪 這個很痛的感覺 我要你記得 因為你打我的時候 我就是這麼痛 對 結果你知道嗎 我不管大家認不認同 但她就不打了 然後結果後來 她就開始去扯貓的尾巴 然後我已經看到 我的貓就在那邊就是 在那邊 貓屋 基本上 喵 後面有屋 就表示她在哭了 你知道嗎 然後所以她就在旁邊 那邊喵 這樣子 我就過去 我就這樣來 TES過來 就突然拉了一下她頭髮 真的拉 我就拉了頭髮之後 她就這樣 她可以喵了 對 然後我就說 一樣我就說你哭完 我再跟你說 一樣 然後她哭完之後我就說OK TES我要你記得 你剛才這個樣子 被媽咪拉的感覺 是不是很痛 我說對啊 我說你可以哭 但是媽咪不會哭 如果下次 不管你打她 還是拉她 我什麼都不會說 我就直接就會打妳 或拉妳 如果你不想要我打妳 或拉妳的話 你就不要在我面前這樣做 人家媽媽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 你這樣子是不是有虐待 小孩什麼的 我就覺得 真的 這個對我來說是 對我的小孩 我比較了解 這個是她比較吃的那一套 可是我跟你講 有時候就是遇到這種小小的 老媽咪 我們這種就是 到底要管不管 真的很難拿捏 因為我就曾經就是 有一次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生了第二胎 然後他的第二胎 就是那時候他的小孩 大的就是一歲多 然後小的剛出生 就跟我那時候 就是大的跟小的 差不多的年紀 然後你知道 小的剛出生的時候 對 然後就會開始有一些 就是你知道 反常的一些行為 然後像是 哭啊 鬧啊之類 我都會跟他講說 那時候我小的 剛出生的時候 大的也是會這樣鬧 因為大的那時候 言語還沒有發展完全 可是他的心思已經是 就是有到那個程度了 只是講不出來 我說那時候 我就聽專家說 專家告訴我說 你就要引導他 例如說你要 他想要講 可是他講不出來 他就會哭嘛 你就要跟他講說 你現在是不是因為 弟弟搶你的玩具 所以你有一點不高興 就是你要幫他把他的情緒 說出來 結果我那朋友突然變臉 他說我跟妳講 你們家如果兄弟倆感情不好 都是你害的 他跟我說 搞不好 那個哥哥他不會講話 搞不好他內心 並不是因為弟弟在不高興 那搞不好只是肚子痛啊 對 對 或者是他可能只是 就是你知道肚子餓 或什麼的 但是你就是把這句話 講出來了 你不就是把他引導 到那個很悲傷的那種 情緒當中嗎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們家兩個兄弟適合 不要影響到我們家 這兩個兄弟 真的假的 沒有什麼 剛剛不是你來 你來問我的 對啊 就是又不是我主動 要跟你分享 而且我引用的也是 黃醫師教我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 黃醫師 請問一下 黃醫師 因為我知道其實教養 這個東西很主觀 對 那像Ruby這種狀況 或者是像性療狀況 怎麼去跟做彼此的不同 你說說彼此 你現在是玉琳哥來了是嗎 是玉琳哥來了 其實我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教養你的孩子 你不要讓你的孩子害怕你 就這麼簡單 對 有些家長 他可能他就是 口舌比較伶俐 那小孩子講不過他 然後就很害怕 然後之後就再也不敢跟他 倒或自己的心情 那這個他就算沒有動手 那光那個嘴巴 就已經把那個孩子壓死了 我覺得我對其他家長 怎麼帶小孩 當然都很尊重 但是以兒童的角度來講 我替小孩發聲 就至少讓我一個出口 以後可以跟爸爸媽媽 講我心裡的實話 很重要 好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那到底哪一個 是最厲害的恐龍媽媽呢 別人小孩服完 我家還是最重要 這個恐龍 我上個禮拜才在就是 台北市一個很大很有名 大家都放假都會去的公園 但我就帶我老公還有我女兒去 那個就是那邊玩 那個很大的遊樂設施 因為我們之前有教過他 就是你玩溜滑梯的時候 你一定要等 前面的人離開了 你才可以溜下去 對 然後他的習慣是他要等 前面的人走了 他才會坐下來 對 結果就發生說 他後面在排隊的那個男生 就他還沒有坐好 那小男生就這樣 就把他推下去 就把他推下去 對 然後你就 推下去 對 就推下去 很危險耶 然後我遠遠都聽得到 我女兒的尖叫聲 然後就這樣推下去 然後他下去之後 他一定就嚇到 他就坐在那邊 對 這個時候那個小男生 就直接 就這樣溜下去 那他衝下來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把我女兒撞飛出去 真的 然後我老公就整個嚇傻 他就趕快去拉他 然後那時候 通常家長就會跟 小孩子就講說 小朋友 你不可以這樣子推別人 對 對 結果這時候旁邊居然那個媽媽 就出來了 還不是因為你女兒 就一直擋在那個溜滑梯前面 對 你沒看到這麼大狀 你沒看到這麼多人 在排隊嗎 你女兒擋在那邊 有沒有公德心 別人都不用完了嗎 什麼東西 然後 結果我這時候就走過去說 所以 推別人 就有公德心了嗎 對啊 結果那媽媽 可能想 沒想到敵君不知道 不只一個 而且有可能就是 還是連我比較兇的關係 因為你看起來就是 你眼睛很大嗎 對 他就有點自自 我 可是我兒子只是 幫他快一點溜下來 不要 對 不要幫 不要讓他擋住 後面的進度而已 我就說 幫 他剛剛 你明明他剛剛明明就是 推下來的 對啊 我就說 對啊 好有興趣喔 他追媽上次 那個幫就夠了 我覺得他剛剛有 刻意隱藏他罵髒話那一段 對 不好說 所以他評分很久 對 對 不能講 他自己講 好厲害喔 我說女兒是不是這樣 這樣做幫 如果我 他是把我女兒直接這樣踹下來 如果受傷怎麼辦 我就跟他講說 他現在是要叫警察 還是要救護車啊 然後那個媽媽就 其實他也尷尬了 而且我有兇 然後所以他就 拉著他兒子就要走 然後可是他走之前 他就留了一句 他說 從小孩從成這樣子 那個小孩子 長大一定會變得公主病 他才從小孩 要不是我當媽之後 修養變好了 我就順便給他驚慮 對 真的 很多的狀況我遇到就是 一個孩子受傷了 對方的這個 爸爸就去 責問另外一個小孩 那個傷害他的小孩 然後到最後是兩個 大人在吵架 問題是小朋友呢 對啊 小朋友兩個人用手牽手 出去玩 對 大人在做什麼 這是小孩的事情 你應該去引導小孩 我孩子受傷了 告訴他下次要注意 那我要 其實孩子的安全 健康這是我們要把握的原則 對 所以其實我是牡羊做的 當我孩子受傷 會受傷的時候 其實我也會很激動 有一次我們全家回南部 然後高鐵站 一到全部下車很擠 我要推著我女兒 又帶著我兒子 然後划著行李 然後我老婆牽著兒子 後面就真的一個媽媽 就很急的 走開 然後 然後媽媽在後面 反正撞倒 開出一條路了 媽媽又繼續走 回頭還看 他看看我兒子 看看我女兒 直接撂下一句話 他推推車的出來玩幹嘛 在家裡好好待著就好 好痛喔 這太過分了 我真的也很想出拳 太過分了 就出拳 太殘忍了 各位 這太殘忍了 所以基本上 雖然說我不鼓勵這種方式 但當下我有情緒 當下我必須要給妳一個教訓 因為我老婆很想去找她理論 我跟她說妳要跟她理論什麼 我們要祝福她 她們是不是往前衝啊 我就跟她很大聲的跟我老婆說 老婆沒有關係 她們要先走 我們就讓她們先走一步 妳看好 南邊就是西邊 我因為很大聲 就我心情比較平復了 我老婆就這樣出來了 那個媽媽停下來了 她聽懂了 想要回來 可是問題是 當下所有人都笑了 她也不能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繼續排隊 被我當作沒事了 因為我不希望說今天 因為是別人的過錯 而導致我們自己生氣 對方呢 對方沒事啊 對不對 我們幹嘛 讓我們自己痛苦 但是妳要做得合理 不會傷害任何人 這個修養好難喔 這個修養太難了 很難耶 可是我也是很贊成 那個阿凱老師的這種 制裁那種恐龍家長 因為像我不知道大家 去有沒有 去那種百貨公司的間 像我也是推推車 女兒小的時候 你去等那個百貨公司的店 你推車大嘛 體積龐大 常常那個電梯 就只有一台或兩台 你就是要等很久 你就是進不去 好不容易來了一台 終於我的推車可以進去了 準備要進去的時候呢 後面就有兩三個小朋友 突然就衝 衝進去一個衝進去了 然後呢 我就聽到她媽媽在後面說 快點快點 你們趕快跑進去 電梯門開了 聽到媽媽那句話 我真的是 尤其我已經等了四台電梯 對 臨時限時已經有點失敗 然後我就轉過去 對她媽媽說 不好意思 要陪她們門開對嗎 對 那媽媽呢也很厲害 她就對她的孩子說 你們趕快出來 這個阿姨說你們在插隊 她想說 OK... 沒關係 我只要進去那個電梯 她是不是很卑微 而且很不善的個性 不是嗎 因為小孩在那 其實在小孩面前呢 我其實也是 後面無視到 在我女兒面前 不能把握 要忍住 要忍住 然後我們就進去之後 她還是有進來 她擠進來之後 你也知道就是會硬擠進來 擠進來之後 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她就說 妳看妳看 就還是進得來 有人就在那邊分什麼鞋 然後她就這樣 那真的是 女兒在我還是忍住 但是其實心裡是很 其實有那個情緒在 你知道嗎 後來我們在同一個兒童樓層 那你就看到那個媽媽 她就是放任她的三個小孩 就在那邊一直衝 後來我們在逛街的時候 就聽到一個店裡面 傳來一個 砰的一聲 她的小孩 就是因為這樣 衝來衝去的 去撞到那個假人的 那個模特兒 然後倒下來 然後撞到自己的小孩 然後就是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好 今天那是 其實有點人太棒了 對 輸懷了 假人 但是假人嗎 對 就是這樣子 可是像遇到這種狀況 其實我們最要求的 就是自己小孩安全 那如果遇到這種 惡霸的行為 怎麼樣叫小孩 要保護自己 我覺得這是小孩的個性 那反正每個爸爸媽媽 都會跟孩子講一樣的話 對 就說如果人家已經 在那邊很大小生 或在一些爭執 或在一些看起來 混亂的場合 你可以往後退一點 那通常孩子都是 因為他們眼睛 只看著他想要的東西 對 他想要的溜滑滴 他想要的這個玩具 對 所以你就平常就要給他一個 很有信心就是說 其實你只要告訴我 你想要的東西 那麼也許不是現在滿足你 但是機會到了 或者是時間比較適合了 我們就可以在另外一時間 再來玩 或再來用這個東西 那你只要不要食言而非 長久以來你的孩子 就能夠有 我覺得這個概念在小孩子上 長期以來 你就可以避免一個孩子 再因為喜歡一個東西 然後最後這個 進入到一些 比較危險的場合 那至於自己 因為自己其實我們 情緒也會上來 對 那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方法 有些人就是有 這個面筋幹嘛的 面筋 來 祝他一路好走 對 那可以幫我們總結一下 就是怎麼樣不讓 讓自己變成一個人人討厭的 恐龍媽媽呀 我想幾個點 快速地講過 第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 在面對孩子 與孩子之間糾紛的時候 我們先站在別人的角度 看事情 雖然他有一些 不禮貌的行為 不禮貌的動作 家長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我們站在他的角度 如果是我 我會不會也神奇 我會不會也有這個欲望 想要說這樣的 不禮貌的話 那如果說都有道理 大家都是為了護自己的孩子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 對方跟我不同的觀點 那第三個就是 也是要反省 試過近千 大家都靜下來了 你旁邊有一個閒內住 有一個好老公 討論一下 搞不好你另外一半 會跟你說 其實你也有點過分 反省自己的態度 然後呢 每次碰到衝突的時候 先不急著 出手或回嘴 先打開耳朵聽 聽聽看對方 現在到底要表達什麼 那你才能夠有適當的 同理心跟回應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如果反覆的發生 那你可能就要找 那個地方的 可以解決的人商量 比如說老師 或者是職場裡面 可能是你的同事 或老闆 甚至是你自己心理的問題 可能要找諮商師 心理師 找正確的人商量解決辦法 很快也許這個結就解開了 是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 在教育小孩的方法 真的標準不一樣 而且也很主觀 不能說你的對我的錯這樣 對 可是就真的 就是保護好自己的小孩 然後盡量自己不要做到 這些NG行為好不好 對 祝大家都是美女媽媽 那如果真的遇到太極的話 就住那些魔鬼 往西邊走囉 謝謝媽媽 記得上了媽媽 我是粉絲 我們的舞蹈 拜拜 小孩開始上學了 遇到了很多的難題 跟學習上面 比方說英文 數學這些的 就真的沒有辦法學好的話 可以怎麼辦 其實數學方面 其實數學 來自我們大腦裡面的這個 數感 那個數感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是你的年齡 你的年齡越長大 你數感會越好 所以說你可能三歲四歲 教他久久懲罰表 你就背到 哭到呼天牆 你還背不起來 可是如果你等到六歲七歲 再教他背 一個禮拜就背好了 所以那個數感其實 隨著年齡會改變 那當然也的確有些孩子 他先天數感不太好 如果我們就一樣 還是用這種傳統的方式去灌輸他 他就說那你就多練習 人家練十題 你就練一百題 其實對孩子來講 他心裡面就會開始討厭數學 他覺得這個事情 已經是我不拿手了 然後每天 逼我做這麼痛苦的事情 然後睡眠不足 所以原則上 我們不建議在小孩小的時候 用這種方式來 把小孩數感塑造起來 反而是在生活當中 我們可以藉由一些情境 讓他自然而然的對樹感 能夠稍微摸出來 什麼情境 簡單來說 譬如說桌上現在有六顆橘子 那剛好家裡面有三個人 那你就跟孩子說 幫我們把橘子分給我們三個 平均分 分喔 你就大概這樣講就好了 看你孩子用什麼方式分 反正最後大家都拿到一樣 兩顆的時候 那你這時候你還 就可以稍微補一句說 所以原本有六顆橘子 現在每個人都一人兩顆 就剛好每個人都一樣耶 你有沒有覺得 這蠻好玩的呀 其實這就是一個方法 對 當然去買東西 就是最好的方法 對不對 這個時候找錢找多少錢 事先就可以先讓孩子說 我沒有帶零錢耶 或是我現在一堆零錢耶 你幫我算一算多少錢 我會想把這個零錢花完 像那個車上那些 一塊錢五塊錢的 對 就趁這個時候 讓孩子訓練他的算數 在生活當中 引導他的數感 嗯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s